《智慧菩提法语》 《智慧菩提法语2》 共同称规法 就是以臣信佛为本师 法为道 僧众为修道主办的方式来规 不共同秘称规一法 通过三门供样上师 依纸本尊 空行为主办的方式而归 苏圣方便之金刚藏规一法 依靠脉清净显现化身 风清净显现暴身 明点清净显现法身的捷径来归一 明点清净显现法 贪欲如盐水 没有满足的时候 要知足啊 舍弃傲慢与自满 令自心调柔温和 所谓福报的喧嚣 是修道的障碍 应该舍弃 比现在更长远的 还有来世 为了那长远的来世 积累些资粮 是明智的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注慈心就能断除称恨 念注悲心就不会毁害众生 念注喜心就能断除厌恶 念注舍心就能断除感官反应 念注不禁就能断除执着 念注无常 就能断除自高自大的我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世间法 什么是佛法 为自己此生 此世的利益而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世间法 为他人的利益 为获得解脱 为证得佛国的一切努力 就是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最大的幸福 福分 就是能听闻圣贤的教诲 能有高度的智慧 有了高度的智慧 人生可以经营得非常简单 因为都会下对人生的抉择 都能够到法自然地来生活 能够到法子里面的探索 能够到法子里面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定一生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才是生命幸福之道 也是成佛之道 因此更要调伏自心 净化贪嗔痴 安住无我空性 方能感化众生 古说自立即经 利他则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起悲心 因为敌人是我们生起忍辱心很好的助伴 因此它是羞耻忍辱最好的顺源 平常我们说羞耻忍辱 对那些看不顺眼 让你生起忍辱心的对劲 此时你就要羞耻忍辱 挡住生起忍辱的道路 调伏自己的心绪 这才是羞耻忍辱 这才是羞耻忍辱 我们说羞耻忍辱 我们说羞耻忍辱 提到,许多人不知道反求诸己 而一股脑力将责任推卸给三宝 合掌口中念着 归呀归呀 但这根本不是佛法的修行 什么是佛法 意思就是改变修整的意思 谁能够改变自己呢 唯有自己才有可能 改变的方法别无其他 就是自心的磁心 悲心 菩提心 和智慧 这是我们应该医治的 祝福 今云 今我所不失 不求三界福 为诸众生故 以用求佛道 故生救生是持戒 于过程中忍耐奔波是忍辱 为护念众生而尽其所能 无有间断是精进 沉着不慌 灵机应变是禅定 寻求解救之道 适时给予众生所需为智慧 如此 每一切众生脱离苦恶 魂法入道 即是落实大乘菩萨之愿行 为什么吸烟就无法解脱呢 因为烟专门渲染人的中脉 按暮血所说 人死的时候 明点要从中脉的顶端出去 才能解脱